港警衝突校園与学生发生暴力对峙 致使不少大学宣布学期提前结束 在香港情势升温之际 台湾多所大学伸出援手提供在港学生就学方案 台大结识2号中午已经有489位在港学生申请来台 现在学校已经全部动员宿舍也已经安排妥当 宿舍主要是提供外地来的学生 然后到时候会安排学生跟老师接洽 因为旁听需要老师的同意 只要老师同意这些应该都没有问题 申请名单中包括台湾学生249名 香港与外籍生共240名 估计整体报道率将超过8成5 管中民也重申在港学生来台就读 并不会培挤到原有学生的学习资源 旁听生要得到老师同意 所以他不需要考试 他也不需要交作业 所以不会增加老师负担 目前来看也许来了有三四百位同学 但是大家注意到他们是不同年纪 不同学院 就打算到我们学校这么多的课程上 每一班中间可能增加的人 连一个人都不到 我们也会持续跟学校协调 包含心辅中心等等的辅导资源 来确保这些人除了有一个地方 可以读书以外 他们的各种需要也会受到照顾 那我们也有看到校长今天已经有承诺 说有专案的募款可以用在这些资源上面 来确保原本的资源足够 那这些学生也能够获得协助 而成功大学日前也宣布 已经向全球的校友 募得新台币五百万元 将全数提供给由香港转至成大就读的学生来台即用 台湾多所大学相继伸出元首 感动不少在港学生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汉 王冠林 赵婷玉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